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就底都是在个别股的行情 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一波上来 涨了一千两百点 确实也涨了一千两百点 很多股票都已经涨高了 那涨高之后 大家在追高的意愿就不强了 所以市场观望气氛比较浓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跌了这么多天了 今天跌第五天了 指数才跌了一百多点而已 可见的还是相当的抗跌 那这个情况其实不单是台湾 跟全球股市都差不多 你看昨天晚上 昨天欧洲是休市的 休第二天了 美国昨天道琼一样涨十九点 最多涨了将近七十点 六几点快七十点 你看美国最近 它是慢慢往上推了 我们是慢慢往下走 一样都是高档 只是美国是比较强的 美国比较强的 所以全球股市这个地方 其实多头有在动化的味道 可是回来的那种力道还是不明显 今天亚洲股市普遍都小跌 日本昨天涨比较多 涨一百多点 今天是小跌三十八点 大陆股市刚开盘 小跌0.1%跟0.5% 大陆股市今天虽然小跌 可是你看 这个最新的消息 大陆的社保基金 大陆的社保基金 准备五月份要投入股市 估计有2.8兆 估计会有2.8兆 所以这个利多丹 如果说把它换2.8兆 换算成台币的话 大概有快10兆 那个规模不小 可是毕竟五月份 五月的大事 现在才三月底而已 所以对于市场来说 引起的涟漪 引起的波动还不够大 那大陆股市最近其实 虽然说涨势也慢下来 可是也没有回到 也没有回多长 你看跟我们一样 也是慢慢盘低而已 都是慢慢盘低 深圳也是一样 慢慢在高档这里震荡而已 都没有大幅度的回答 那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这里面尤其是外资 外资还是每天在买 昨天外资继续买了44亿 那台子鞋的部分 还是维持高部位 细完细情况 所以当你还没有看到外资 有大幅出托情况的时候 这个行情你要叫它 把他拨到对他去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外资是唯一的观察指标 这一点你可以特别注意 那当然重点还是在个别股 因为财报在发布的阶段 数字会决定一切 所以你看今天 像今天虽然跌17点 你看 昨天发布财报的 比如说 对 润泰新就直接打跌停 他财报不错 财报赚6块8 那赚6块8为什么会跌停 不配股 赚那么多钱 结果不发给股东 他漠视股东应而权益 这不对的啦 因为你一家公司 你大股东持股 董建设持股不高嘛 主要还是来自于 股东的一个支持嘛 对不对 那你赚的应该是要 分配给股东啊 就要赚的不分配 另外 润泰全也是 润泰全今天也是一开个跌停 为什么 去年赚了8块7 只配1块多而已 只配1块多而已 产业很差 都留在公司里面 不分给股东 所以当然股东不爽 看不看是要出来 所以重点在个别股的行情 重点看个别股的行情 有些个股像 你看我们 最近推荐的标的 对 新富发 很漂亮啊 赚7块配6块 股价又便宜 你看我们从35块钱 开始买的标上去 2548 这也不错啊 赚9块6 赚9块6 我们55块钱买的 现在回来 回来这里很好哦 这是年限 压白年限这里可以注意哦 压白年限这里可以注意哦 329档期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329档期了 对于整个抗污潮的人数 会有很明显的增加 所以在推荐部分也会有比较 明显的一个帮助 所以重点看个股 你看我们2383的台光店 有没有财报发布出来 也往上推啊 对 这也是业绩很好的 去年7块半 年增60% 对 股价完全没有涨啊 这个底部刚做出来 所以你要挑 重点是你要挑好股票 你要挑基本面强而没有涨的 不要去买一些已经涨很高 或者业绩很烂的 好 那个都很危险 好 那个都很危险 对 那我们像昨天跟大家推荐的好乐迪吗 这是很 有没有 也是很漂亮啊 古年一公里谈出口贵的 好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这一档 新论 6186的新论 新论 今天是有小跌 好 今天是有小跌 好 今天是有小跌 趁压回的时候 好 这样各有可以注意 昨天新论大涨 好 今天是开低 昨天大涨今天新论是开低 好 目前开低 开低是个好机会 只有25块钱而已 好 新论本身它也是一档营建股 你看连续6块半 3块3 6块4 去年赚6块4 赚6块4 赚6块4股价才 20几块钱而已 好 我们用比较大的眼 比较长的眼光来看 你看这股价也是 跌排蛮深的 目前还在底部 黄色这条是年线 黄色这条是年线 去年赚6块钱 有来回来年线 我回来年线 年线是在24.5 有回来年线这里 我倒觉得这里接 安全性度很够 好 安全度够 赚6块多 20几块而已 20几块而已 赚6块钱的公司 所以这档个股 新论 支撑24块半 有来这里可以考虑 所以现在就在重点 都在个别股身上 去找好公司 还没有涨的 好公司获利创新高 还没有涨的 它都有补涨的机会 操作不顺利 也欢迎您 加入我们的行列 先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